医学教育网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口腔修复学 应该说口腔修复学是整个我们在考试当中所遇到的学科 相对题目应该是难度最高的这样一等 那么除了一些其他的像一些比较基础的学科以外 那么这个学科当中他需要更多的是大家去灵活运用 利用我们现在学到的一些原理一些知识 然后去判断病例分析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不同的修复方式 我们选择不同的修复的设计等等 这个就是修复学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点 那我们尽量在讲课当中呢把原理给同学讲透 这样大家去设计的时候去选择的时候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 那我们修复学当中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口腔的检查和修复前的准备 所有的病人的一些祖宿腺病史啊 祭王史包括他的家族史都是我们要问得到的一些东西 那么整个修复当中实际上对病人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 那在核面部的检查当中这部内容比较简单 我过得稍微快一点 包括口腔内的和外面的啊 整个面部的还有镊下颌关节的一些检查 那我们的开口度呢是3.7到4.5公分 或者我们叫37到45毫米都可以 应该就是三横指 下颌最大的侧方运动范围是12个毫米 那这是我们一个正常人的开口度和他的一个运动范围 那我们缺牙部分剩余的牙草脊 它会分一个形 那我们犬口实际上也一样 只不过它都缺失了 那么如果不是犬口是部分缺失的 我们也叫做牙草脊 这里面要注意这个概念 到犬口的时候我们还会讲 我们说牙草脊和牙草脊是不一样的啊 原则上来说牙草脊指的这个牙还是在的情况下 牙草脊呢 这颗牙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剩余的剩下的叫牙草脊 所以也叫剩余牙草脊 那我们根据它吸收的情况 我们分了四形 这四形怎么记 一形肯定是好的 无论是高度还是厚度都比较好 二形呢变窄了 三形呢变矮了 四形平了 甚至于挖个坑 好吧我们再来一遍啊 再快速的过一遍 一形好的 二形变窄了 三形变矮了 四形变平了 甚至于挖个坑 对吧 我们通过这几条去对应它 我们考试的时候相对就比较好选 这是我们分的四形的剩余牙草脊的情况 那当然我们在修复前的检查 也包含了癌线片 根肩片啊 现在大家常用的CBCT啊 曲断等等 我们都可以用 还有一个两个检查 要说一下是特殊的 同学在考试当中知道有这两个检查 就可以了 一个就是模型的检查 那所谓的模型检查 实际上在修复科医生当中 很多人不太用 实际上它跟我们正经是比较类似的 那实际上在口腔内 你看这些人的咬合状况 有些地方是你看不清楚的 因为有嘴唇啊等等的一些遮挡 颊部的遮挡 那我们取了模型之后 通过在盒架上进行一些检查 我们对它整个的一些咬合的关系 牙齿和牙齿之间的关系 看的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清楚 可以弥补一些口内检查的一些曲线和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咀嚼功能的检查 这里面要说几个概念 实际上呢 这部内容在生理当中 可能多少都提到了 一个就是合力的检测 这个就是力量大小的检测 这个词大家同学可能比较好理解 就是你咬下去的时候 你这个力量有多大多小 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龄 包括不同的物种 它的合力也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呢 叫咀嚼效能的检测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怎么做 一般我们在实验室呢 会让患者去嚼一个 大概这一小包花生米 对吧 我们给他一定的克数50克也好 100克也好 给他一点花生米 一般都是50克 让他咀嚼 嚼完了之后呢 不让他咽 嚼完了之后 让他把嘴里的渣子都吐出来 吐出来 就给他一定的时间 然后我们去称重 称重之后 你剩余的 剩下的就是你没有被嚼碎的 就过滤啊 称重 然后剩下就没有被嚼碎的 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来判断他的咀嚼的效能 就是他在单位时间里面 他到底能嚼碎多少东西 简单的说 这就是咀嚼效能的检测 这都是检测我们口腔的咬合 咀嚼的一些功能 还有下核的运动的轨迹 以及积电图分析等等 我们当时在考试当中 知道有这四种检测方式 就可以了 不要求你知道每一种怎么做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你至少这几个名称 看着大家熟悉就可以了 选择体合力的 咀嚼效能的 运动的 轨迹的 包括一些积电图的检测 听一下就好 那修复前还包括一些 我们方案的设计 患者的一些沟通等等 包括我们最终选择 还有一些口腔的一些 急症的一些处理 包括牙体啊 牙周啊 黏膜啊 等等 所有的疾病 我们一般会说 修复呢 是一个上层的建筑 它需要你先把基础的 这些东西都做好 我们最后才做一些 修复的一些准备 像我们是口腔卫生了 拆除以往的不良的修复体吧 等等 还有我们牙齿的拔除 这里面我们第一次提到了一个 我们什么样的牙该拔 就是我们修复当中第一次提 大家看牙草骨的吸收 要到牙根的三分之二以上 松动度呢 达三度的 我们这种情况下 原则上是应该拔除的 当然我们在临床设计当中 可能不到这个松动度 我们考虑它的位置啊功能 我们也可能会拔 但是考试就是考你原则 这个数要记住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我为什么把这些数写到这 后面我们还会再讲 那么什么样的到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我们知道做鸡牙 做鸡牙的情况下 这个是不做鸡牙 就在嘴里呆着 对吧 这个做鸡牙可不一样了 鸡牙它不单要承担它自己的功能 它上面还要 比如说我们放全罐 我们还放一些固位体 我们放卡环和支托等等等等 它要承担缺湿牙的一些咬合的功能 那么这鸡牙呢 我们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RPD活动义持 一种呢是固定义持 我们就用固定桥来简单的表 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对固定桥的要求 是更高一点的 OK好 那这样我们就对应上了 如果你要做固定桥的话 它的牙草骨吸收 应该不能超过牙根的三分之一 如果做RPD的话 牙草骨的吸收 不能超过牙根的二分之一 好了吧 我们再捋一遍啊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你什么都不干 就放在嘴里面 待着它 不能超过三分之二 超过三分之二 我可能就要拔掉了 对吧 那如果我留在它那 需要当鸡牙 RPD的鸡牙 可以稍微的小一点 是二分之一 如果做活动义持 它的鸡牙 可以再严格一点 不超过它的三分之一 好了 这就是我们对鸡牙的一些要求 那么除了还有一些残根呢 根分叉病变啊 等等 还有一些正肌的一些质量 我们在修复前 对一些咬合错位的 过长的 位置不正的牙 倾斜的等等 我们可能都要考虑 首选是正肌 当然这要考虑患者 是否能够接受 另外还有一些咬合的调整 或者是选模 像一些比较锐的一些牙尖啦 过于伸长的一些牙伸长的 这个程度又没有那么高 我们可以考虑这种调膜 预先 选模 比如说对合牙缺失 六往下伸展 伸展的这个幅度没有那么高 我们可以选择调和 还有 牙周的冠炎腸术啦 黏膜病的治疗等等 就简单的过一下 还有一些修复前的一些 外科的一些处理 包括一些软组织的切除啊 像一些过短的蛇膝带 还有一些斑痕的一些组织 增生的一些组织 当然也包括硬组织的 有些牙草挤的修整啊 比如说上面有一些骨尖啊 骨棱啊 骨秃啊 等等 那么这样的修整术的话 我们学最好的时间 这也是经常考的 拔牙后一个月左右 这是一个最佳的时间 还有口腔内的一些其他的龙秃 这个同学要求大家知道 这些龙秃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我们说下颌龙秃 它是在下颌磨牙和前磨牙的舌侧 基本上就在舌头两边对应的这个地方 往往是左右对称的啊 原因呢 也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在临床中有见过 突出非常明显的 形成两个很突的一个台阶 那给我们修复 确实造成很大的困难 那如果在上颌的话 往往在额侧 额龙秃 额中缝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个 还有呢 上颌节节 如果双侧上颌节节都肥大的 我在手术当中不需要两侧都进行修整 我们可以只修整比较大的这一侧 导比较明显的 然后呢 我们整个一尺选择一种旋转就位的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大的这边修整掉之后 这边有凸的地方 让它先带进去 没有了这个导的地方 我们后带上去 这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外科的一些手术 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修复前的准备 这部分内容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们再看 在整个我们修复当中只有三个诊断 牙体缺损 牙裂的缺损和牙裂的缺失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修复医生 你能遇到的基本就这三个几个诊断 还有个别的医生呢 可能你会遇到一些牙草脊的一些缺损 外科的一些手术之后啊 肿瘤啊 还有外伤等等 那就另论 也基本不太在我们这个考试的范围内 那在这三个诊断当中 应该说所有当中最最简单的 也是临床中你们经常做的 就是牙体的缺损 对吧 但是这样注意 我们的考试跟你们临床当中 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临床的新技术 新疗法 新方法 它并不会第一时间放到考试的内容里面 它可能要相对比较成熟 才往里面放 因为要考虑到有一些基层啊 有一些相对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 还没有做得到 所以在这个里面 大家要把你以往的 我们在临床中做到一些东西 要从你脑子里面 要暂时的往后抛一抛 里面可能大家会讲到 涉及到金属罐 涉及到了考词 还涉及到了金属的嵌体 实际上这些在临床中应用 都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我们跟这个要大家先说一下 那牙体缺损的病因 这个我们就不想说了 所有的 像取病外伤啊等等 还有一些磨损 都可能会造成 那对它的影响 这个我们也不讲了 包括像牙本质敏感啊 整个的咀嚼的效能啊 牙髓啊 牙周啊等等 那我们修复当中会涉及到了不同的一些种类 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们整个会在这个后面 基本多多少少都会介绍到的 嵌体嵌在里面的 对吧 部分罐和全罐 这两个要把它放在一起 实际上它都是包在我们整个牙体组织的外面 只不过全罐呢 它是整个全部都包上的啊 如果说后牙的话五个面全部都有 但是部分罐 它并没有包着我们牙的五个面 它可能只包了三个面 或者是四个面啊 它可能会有些面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我们叫部分罐 贴面 现在大家临床中做的也不少 往往是为了解决一些外形啊 美学上的一些问题 用到这样的一些贴面 还有装和罐 这是我们牙体缺损修复当中 相对最常用的一些修复的种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